小轉型真意要幹嘛你來說 他就會說對啊 所以國家把遺書還給你家啦 然後又弄了這麼一大堆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很殘忍的一句話 就是那也應該夠了吧 就是這種意識其實是存在於我們社會的角落 而且不是一個很陰暗很小的角落 而是蠻多人可能蠻多人這樣認為的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去為自己一個例子就是 我曾經在台北市議會裡面質詢過我們的柯市長 他說因為我們台北市這個是比較丟臉的 就是我們擁有最多的威權象徵在校園裡面 那麼我就詢問柯市長說 可不可以就是有一個什麼時稱表把它移出去啊等等 當然柯市長他對這些問題就是一千零一招 就是中央一聲令下我們就會照辦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辦 那就是因為中央沒有一聲令下 那第二個就是他回了一句很妙的話 他說如果我要講民進黨已經執政十幾年了 如果要講228事件還沒有真相 那我那我怎麼可能還沒有真相 他不同意這件事情 大家聽得出來這中間很微妙的一件事情嗎 就是好像唯一有責任跟唯一有能力去追尋228事件真相的人只有民進黨 所以如果228事件沒有真相的話 或者是說有人還對228事件不滿意 那就是民進黨的問題 不是什麼其他人的問題 也不是跟其他的政府機關都沒有關係 只跟處長會跟民進黨有關係 那在這種這種情況下 大多數人都可以宣稱 我覺得已經做完了 我覺得已經事不關緊 就會出現像今年的228台北市所辦的紀念活動的那樣子 非常荒謬的情況 就是呢 這個我們主辦單位市政府邀請了馬英九前總統來到這個場合裡面致辭 然後以至於呢受難者家屬團體退出協辦 然後這個其他的政治人物也都不要去 但是台北市政府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他覺得這是包容、這是共榮 我相信也許柯市長 內心中某一部分他真的覺得是包容、共榮 為什麼 因為他正是屬於那一群 真的不太清楚轉型正義到底是要幹嘛的人